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委书记抢位先后走访了墨尔本胜利足球俱乐部 参观了澳大利亚拉筹博大学农业生物实验室 考察了林菲尔德花园市养老院 以及墨尔本悉尼城市建设和旅游文化项目 6月24号到26号 省长陆新社在静安 凤新 修水 五宁四县 就生态文明建设深入调研 6月25号到26号 省政协十一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在南昌召开 会议围绕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推进法治江西建设建言宪策 省政协主席黄月金出席并讲话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4号到26号 2015年 十四省区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研讨会 在井冈山市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礼和出席会议 会议围绕更好发挥人大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的作用 这一主题 就当前人大工作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深入研讨 达到了交流情况 增进了解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的目的 26号副省长谢如在新于市调研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实际查看医疗机构听取医改推进情况介绍 他说要把有效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准 着力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 积极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药品耗材供应保障制度 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落实好社会半衣政策措施 确保改革取得时效 2015年度全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召开 副省长胡又桃出席并讲话 胡又桃要求各地深入推进退役士兵免费职业教育和培训 积极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全力保证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岗位落实 同时各地政府要切实加强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组织领导 全省深化商市制度改革工作会今天在南城召开 副省长胡又桃到会讲话 会议要求7月1号起全省实施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各地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同时抓紧建好全省企业监管警示系统 加强企业适中适后监管 深入推进我省商市制度改革 6月25号副省长胡又桃会见了来南城参加 2015年发展中国家内陆地区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研究班的 克罗地亚共和国经济企业部副部长德拉任普洛斯一行 胡又桃说近年来江西与克罗地亚进出口贸易保持不断增长 希望德拉任普洛斯副部长在江西多走一走看一看 通过访问进一步推动江西与克罗地亚在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继续我们的夜行 今天是第28个国际禁毒日 我们来看这方面的报道 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诸如冰毒 马骨 K粉等新兴的合成毒品 不同于海洛因 鸦片等传统毒品 这类毒品的毒害比较隐蔽 而且吸毒人员低灵化的趋势值得警惕 最近新于公安局禁毒支队查获一起聚众吸毒案 一家KTV的包房内12名青年男女精神亢奋 桌上还残留有白色粉末以及吸食工具 让民警惊讶的是这群年轻人才20岁出头 聚在一起是为了给其中一人庆祝21岁生日 就这样一场生日聚会演变成聚众吸毒 今年三月 平乡警方查处了一起聚众吸毒案 涉案人员常年聚集在各个KTV吸食毒品 其中最小的还不满20岁 据江西省公安厅统计 截至今年6月25号 全省共有吸毒人员77136人 其中35岁以下的占64.2% 18岁以下的有1262人 最小的吸毒者只有14岁 吸毒人员呈现低龄化 年轻化趋势 此外目前很多毒品以咖啡 奶茶 跳跳糖等形式出现 青少年对他们的危害认识不足 其实新兴毒品又能够精力充沛 又不会成瘾 吸一口没事 然后大家还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从重心理 郭建宁说 这类新型毒品 毒害隐蔽 成分复杂 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上瘾 对身体有极大的危害 此外 毒品与黄 毒 盗 墙等问题相互交织 吸毒已成为引发其他刑事犯罪的综合社会问题 本来是一个正常人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吸毒任务过程中都会错 吸毒完以后会去赌博 想方设法去弄到前去赌博 碰到这个东西以后 整个人都会很浮躁的感觉 警方提醒 要想远离毒品 首先要了解毒品危害 提高防范意识 千万不要尝第一口 此外 不要戒毒消愁 要慎重交友 远离易染毒的环境 不要轻易食用不明来历的饮料 抽别人给的这种香烟 喝饮料的过程中 你要注意易拉罐 是不是上面有针眼 茶几毒品 打击贩毒吸毒 与犯罪分子斗志斗勇 基督民警默默地奉献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尚尔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 吴济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这位基督先锋 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基督哥 今年他还被评为全国禁毒工作 先进个人 记者见到吴济时 他正在和同事们总结案情 今年6月12号 他侦破了两起公安部重点案件 打掉了两个制毒窝点 一个制毒工厂 在侦破其中一起案件时 吴济和民警化妆成货车司机 将车开到制毒工厂门口 待时机成熟 他和车厢里的30多名特警迅速出击 将正在制毒的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 没有碰到危险 那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面对危险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抓获犯罪嫌疑人 这种惊险的场景 在吴济的工作中经常能遇到 在破获省厅督办的毒品案件时 面对手持匕首的犯罪嫌疑人 他沉着冷静 用一记擒拿格斗招数 当场将嫌疑人制服 他做我们的支队长的话 尤其是在这种抓获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进行指挥 他每次都冲在前面 我们就是更有信心 更有士气 今年44岁的吴济从井25年 在禁毒一线工作了快20年 每次遇到危险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这种拼命三郎的个性 赢得了同事的称赞 却让他的家人很担心 每次吴济执行任务 妻子都会发短信 叮嘱他注意安全 每一次出去 我心里都很担心 真的 因为不知道这种危险的程度有多大 你往前冲锋线 但是也要考虑到安全 因为你的安全 也代表着我们全家人的幸福 有危险你不上谁上 这个我觉得是要把安全 还是留给年轻的同志们兄弟们 吴济先后侦破了一大批大案要案 荣立个人二等供一次 三等供三次 2013年被公安部评为 速毒害创平安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先进个人 2015年被评为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铁路属运将至 今天记者了解到 学生客流在逐渐增加 铁路部门提醒 大学生购买学生票时 应该注意火车票 学生优惠卡 是否消磁等问题 避免买到车票 却取不到车票的尴尬 今天南昌火车站迎来 学生客流小高峰 近站上车的学生 一波接着一波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 随着大中专院校放暑假 学生客流将会逐步增加 并在7月上旬达到顶峰 三五过后 学生客流在稳步地开始上升 那么主要是集中在 7月2号到7月11号之间 在省内英寒 辅州等车站 学生客流也在增加 采访中记者看到 一些大学生在刷火车票 学生优惠卡取票时 自动售票机却没法出票 没有 取不到 取不出来 原来取过票 学生针放在上面没反应 据了解 自动售票机无法出票 主要原因在于 优惠卡已经消辞 导致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 无法被读取 铁路部门提醒 大学生购买学生票时 应该提前检测优惠卡 大学生还应注意 优惠卡所属乘车区间 避免超区间购买学生票 另外大学生在学生证 没有按时办理 学校注册 休学 复学时 也不能购买学生票 夏至刚过 南昌就进入高温模式 一股股热浪袭来 市民们置身于烈日下 仿佛进了桑拿房 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为了应对高温 出门在外的市民 做足了各种准备 遮阳伞 遮阳帽 外加披风 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 据气象部门预计 到本月底 南昌都将以停热高温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将维持在 36摄氏度左右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上百名医师 重新宣读中国医师宣言 宣誓树立自尊自爱 奋发向上的精神 维护医师队伍的良好形象 并为一批新上岗的年轻医师 颁发了医师职业证书 中国医师节 设立于2011年 宇春明月山机场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 广州宇春青岛新航线 航班每周一三五七各一班 航班号为ZH9123ZH9124 今天一台木胆同胎法郎彩的古式冰箱 亮相北京一拍卖会预展 其重量两个壮年小伙也抬不起来 这种古式冰箱就是宫廷用的空调样式 将冬日较藏的冰块置于冰箱中 三幅时节打开 室内即可降温 陕西周志县竹谷镇 兰梅园村村内村外 形成了一个小型油桃集散地 据果农介绍 今年当地油桃滞销 收入不及往年的一半 前来采购的客商大幅下降 导致一些果农将品相不好 价格极低的油桃直接清倒 不少前来采购的客商则反映 果农商品意识薄弱 将油桃不分品项与好坏 直接全部打包出售 造成当地油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无法获得认可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一位荷兰大学生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到荷兰各地收集素材 利用岩石摄影的原理 制作了一段展现荷兰美景的视频 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这段视频是21岁的荷兰大学生 李克克罗克 于今年6月初发布到网上的 他说人们总是抱怨荷兰天气不佳 除了郁金香和风车 似乎也没有太多值得探访的美景 李克对这种看法深表不满 他说我就是要让人们看看 荷兰究竟有多美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个小天青 天青 天赵 弣三 弣三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见 明天见